这个十二楼弹腿是给初学者 就是没练拳的打招筋骨用的 这句话呢也对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 越基础的东西越高级 就像那个扇体式 你初学者必须得在扇体式 对吧 但是呢你练到一定程度了 那扇体式是干嘛的 扇体万法接触扇体式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个行义十二楼弹腿呢 就是说在你们将来教学的过程中 小孩什么没练过的 可以从这开始 就能很好的去理解 去研究 去琢磨 就弄透了行义拳 这个腿法的应用 通过这个实际的这个立体 立体的这个解答 当然了 这个咱们的行义门的十二楼弹腿 也是借鉴了这个弹腿 弹腿门的东西 但是到咱们这里边慢慢慢慢的 就是用我们行义拳的这种方式去体现了 也属于吸收借鉴别的门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弹腿 弹腿是一个特门派 南拳北腿 北腿其实有的说是弹腿 有的说是戳脚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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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